朋友们好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一 欢迎来到远见快评 我是唐靖远 一个周末过去了 有关董经纬 陶美的事件的这个舆论温度是依然不减 就像我在上次节目中也和大家讨论过的 董经纬涉嫌陶美呢 无论他是真是假 这个传闻他能够在大内宣和大外宣的各路人马的权力灭火之下 他依然能够保持热度 这本身就已经是很不寻常了 对吧 在美国围绕着这个董经纬事件呢 他已经有政治人物卷入进来了 不但再次的证实说董经纬涛美的是真实性 而且还在公共平台上与不同意见者是公开的打赌物 并且以自己的政治前途作为赌注 其认真程度和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那么在大陆呢 尽管中共党媒是有高调的转发了一条 口径稍有差别的新闻通稿 声称说董经纬仍然在国安部主持会议 但是呢 在有图都未必有真相的中共的文权系统之中 一条连个图片都没有的文字报道 它的确呢 也很难让人信服 对吧 更何况呢 中共高层它是接连的有一些奇怪的动作出来 其释放的信号呢 实在是让人想要不浮想年篇都很难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会继续的来说一说 有关董经纬事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 并且讨论一下 如果这个事件为真 那么他对习近平对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百连党器 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 请朋友们点击文字介绍中的链接 到YouMaker这个平台来观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完整的影片 YouTube这个平台呢 我们会在晚些时候再发布